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当天的装扮来看 她身材窈窕 却是没有一丝印象 与和解同行的两位女子 年轻的那位和她说说笑笑 关系十分亲近 貌似闺蜜 另一位则是和解经纪人 而既然闲逛的品牌店 正是王妃李亚鹏的赞借首选品牌 依此看来和解此番出游 怕是来为自己选定婚戒的吧 婚戒一般都要由男女双方一起选定或男方准备 但夫妻感情甜蜜的和解 并未建议老公没有到场 挑选过程中脸上始终化着甜笑 闺蜜更替代贺子明预言起求婚场景 和解接受戒指时 娇羞不已 不知是否心情过于甜蜜兴奋 之后三人乘电梯旅去时 和解的露肩妆下滑 闲走光 闺蜜则贴心为她提拉衣服 说起和解这场婚礼 届时从一百多位亲友会参与 一众超女一眼会受邀 在婚礼将近之时 她还请老公赫子明首度开枪 和唱记录夫妻儿人 对爱情感悟的温暖情歌经过 娱乐圈的艺人为了事业 而经常隐瞒或放弃爱情 和解早前不仅在发布会上 大方公开男友身份 更是27岁就嫁为人妻 勇敢追求爱情的勇气 确实令人钦佩 乐视娱乐北京报道